哈喽 抱走吧 大明星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黄明昊 那最近出了新章辑嘛 一共有九首歌 让他用这九个歌名来造一句话 哼 我想一下吧 这九首歌都叫什么吗 这还要问吗 有一天呢 我在一个Wonderland里面 走着走着 突然就碰到了一个Shawdy 我看着他的第一眼我就意乱情迷了 我就带着他一起来到了一个危险派对 我们俩在危险派对里面呢 我就那个想带着他一起梦境环游 可是呢 我突然间跟他说 你在牙齿上好像沾口红了 他就非常的生气 我就跟他说 I pray 你别再骂我了 我错了 对不起 然后呢 我就帮他把口红擦掉 我们就一起 还没有各媒体了吧 我们 对对对 我就把他的口红擦掉 一起开启了一段有话期的恋爱 这是能说的吗 这是能说的 那个从头来啊 有一天小信号 在Wonderland里面碰到了一个小题 与我无瓜 那如果登上打歌舞台让你放一句狠话 你会说什么让大家都爱上你的歌呢 为什么要放狠话都爱上了歌 还没有被我的歌迷住吗 还有呢 拿捏住了 那如果一刷微博或者朋友圈 就是全都是你的新歌 被刷屏了 你会有什么反应 终究还是被我迷住了 看到很多艺人朋友都在帮你打歌吗 那你还记得第一个过来听的歌被捧场的人是谁吗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录那个你好星期六吗 我们录完就一起聚餐 然后我就当那个DJ 我就把九首歌都放遍了 上次那个专辑蜜姐有帮你录水印吗 真的八十多遍哦 很严格 那这次有没有第一时间给他听 当然了 他评价就是不错 这么简洁 很不错 他们是自发来帮你打歌的吗 当然不是自发 当然是我君 能不能帮我展发一个 求求你了能不能能不能 宝帮我展发一个吧 所以你会在朋友圈分享你的日常吗 会会会 我朋友圈有很多内容的 我就是一个很文艺的人物 还会发一些很文艺的照片 然后发一些小作文 我会发影评 想不到吧 朋友们 我就是一个 文艺人设立足了 没有没有 我没有人设 别给我立人设 我没有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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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有些时候开心 因为有些时候喜欢 只是表达我的喜欢而已 我只是表达喜欢 没有立人设 真的没有 那这次参与了作词作曲吗 什么情况下 就能击败你的创作灵感呢 一个人的时候 比较安静的时候 对 比较文静的时候 就会 把自己关起来 一个人在房间里 静一静 不会啊 因为我平时也就只有一个人呆在房间里 我不在房间里 一个人呆在房间里 我不需要刻意地 把我自己一个人 关在房间里 因为我只有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 看来你平时不是一个人在房间里 对 那里面有一首歌嘛 叫《别再骂我了》 对 就是粉丝说看名字 怎么也想不到这首小情歌 这首 我就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次解释这首歌 这首歌 这首专辑里面哪首歌的用试 创作用试最长呢 其实《一轮情谊》的创作作 就是我们改了很多个版本 就很喜欢这个伴奏 然后就想做一个最好的 不觉得《一轮情谊》的词写得还蛮不错的吗 确实 我一直在循环 可以看一下那个写词人是谁 那之前剧透嘛 除了哈库以外 还有其他歌也会有舞蹈 《危险派对》当中有一个尖奏很软 是不是准备大跳特跳一下呢 不然的 那要不要现在展示一下呢 这个呢还没编 咱就是说那个刚刚那个编了那个《Wonderland》 期待一下吧 那你就是人缘很好吗 感觉娱乐圈的半地江山都是你的好朋友 别别别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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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都是那个表格 没有没有没有 都是很好的朋友 真的真的都是好朋友 都是好朋友 那能不能透露一下 还有哪些圈内好友是大家不知道的呢 我还有不知道的圈内好友是谁啊 我觉得我的好朋友大家也都知道啊 大家都不知道嘛 就什么 对那个 他没有了 还是说谁 杜华 那你是怎么成为交际小能手的 有没有什么交友密集 听好了啊 很重要 好的好的 听到耳朵起来了 第一 我不是个坏人 第二 我没什么坏心思 第三 我也不喜欢搞视频 第四 要不是真的发专机了 我也不会求大家给我发微博 那粉丝都想知道 什么时候能有舞台或者巡演啊 真的等了很久了 咱就是说期待一下吧 这个我也不敢跟大家保险 我能做到尽力的 我也一定会就是给大家 对 总有人说内鱼的舞台太有限了嘛 那在没有舞台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甘心啊 或者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吗 我觉得什么人生 每一步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觉得就是有舞台呢 这个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舞台 没有舞台的时候呢 我就尽力的做好我其他的事情 你之前练习式的舞蹈也发了微博嘛 那这个算是没有舞台时候的一种输出吗 这个我还好 我是那种很随心所欲的 我不会说就是说 特意说我今天要去准备一个什么样 就可能突发起响 然后我就去做的那种 算是没有舞台就创造舞台了吗 算吧 我反正说练习式也算是一个舞台吧 那现在网友会比较在意出圈这件事情嘛 那你会觉得自己的歌出圈变得越来越难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就是出圈的事情呢 就是出圈就是这个出不出圈也是命中注定的 你命中有出圈就是有出圈 你命中没出圈就是没出圈 我的任务只有一个 认真的做好我的专辑 认真的做好我的音乐 他出不出圈有多少人喜欢他 你们喜不喜欢他 就不是我控制的事情了 就是我能控制就是把这张东西做好 但是现在很多抖音神曲人被大家记住嘛 那你会不会想做一些就是比较简单啊 洗脑的想念给大家 就洗脑也不是一件坏事 我从不觉得洗脑是件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能洗大家脑 说明大家都是喜欢这个东西才会被洗脑 所以我当然也是想做到就是说 有些歌也是能被大家喜欢的嘛 那互联网的节奏越来越快嘛 观众的喜好啊 还有艺人的更新换代都变得非常快 那你会因为Idle的花期很短而感到焦虑吗 其实我不太会焦虑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会 节奏会被快节奏给所影响的人 我不会说因为现在节奏怎么快怎么快 我就要去迎合这些节奏去做什么什么的事情 我反而会喜欢在我自己的节奏里面找到一个舒服的方式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之后会觉得他们也很舒服 有人说就是参加综艺啊拍戏啊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曝光 就是有了曝光才能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认真的觉得音乐综艺电影 这个他们是一家人是相通的 我做音乐也会从我看电影里面会获得很多的灵感 然后我觉得电影也是很需要配乐的 一个电影好不好跟它的配乐也很有很多样的联系 综艺也是综艺说你在舞台上能不能放得开 然后或者说你在舞台上有什么输出都跟离不开你 平时就是听的音乐或者说看的电影什么 我觉得这三者密不可分 真的我是很认真的说这个 其实我觉得可我这三样我都很喜欢 做每一样事情我都很开心 那你参加了很多综艺吗 就是每一次都成为大家的团宠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被虫体质在身上 第一我不是个坏人 第二我没有什么坏气死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很有综艺感 能让大家相处的非常融洽 我觉得对就是我 我在帮你回答吗 好像说的没有毛病 我就那我可能觉得我比较有综艺感 然后可能会缓解大家之间的一些尴尬吧 那作为密室大方托的 经常托家带口嘛 然后最近播的一期也是 直接和国伟二托四 就是现在 还有什么卡比 这一哥的这一哥的这一鸟 这一鸟这一鸟 这一鸟吗 你们学校我给你们喊一次 我已经离声肯定 我最后一个就行了 但我还很开心呢 因为有国伟在 分担了我很大的压力 就是我负责脑力 他负责保护大家 那就是遇到那些胆小啊 尖叫担当 你会就是激情的保护欲吗 把他们搂在怀里 你说蓬蓬 直接说出蓬蓬的大名好吗 直接说蓬一唱 你说你会碰到蓬一唱 会不会想保护他 那肯定是会有的 那怎么 就是其实也感谢蓬蓬 我没想到我也能看到我自己 就还有这么保护人的一面 对我也就是说 哦原来我也有这样 就看了之后 我原来我也有这样的一面 那最近看路透嘛 就是你的好兄弟王鹤弟也加入了 是的是的 他走在了第一个 他有没有帮你分担一些 这是一个秘密 王鹤弟 你的胆子到底搭不搭呢 你们想知道吗 想啊 想知道吗 我告诉你们 两个字猜一下 你猜 他两个字就是怂大 用用用 那你觉得你们俩配合还默契吗 嗯 我们俩就路过太多节目 我们俩已经很默契了 那刚刚提到蓬蓬 就是他带了护膝嘛 对 然后网友都说这个 是他的神器 他带的非常到位 那有没有 你有没有什么密室的神器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神器 就我 我 我们可以开始同款吗 难道 我 咱就是说 有机会吧 那不仅是实力脑男吗 你的运动技能也点满了 想问一下你滑板学的怎么样 说实话吗 还在努力中 还在努力中 滑板很难 滑板真的很难 你可以看我为了滑板也是 那个 就是也是伤痕累累没有啊 但我很开心就是每次跌倒又站起来的感觉很爽 就能量 很爽 伤痕就是男人的标志 那最近有没有学什么新技能 最近 学会了 最近写日记 那你的日记会不会公开出来呢 不会 日记要是公开出来了 就是想一下吧 日记要是公 日记 什么时候公开日记 一般是就是这个人可能 可能想把自己的日记公开的时候 他就会公开了 那你之前在我们的采访里面说 离成为彭育宴还要十年的时间 对 那个是20年的采访 现在两年过去了 这个 我撞了我真的撞了 我有在努力的朋友们 我现在就是很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很叛逆的时期 我每天都要早睡早起 要坚持运动 我现在正在努力早睡早起 坚持运动 现在已经不早了 三年以前都 那你什么时候能浅漏一下 我现在可能还是不太行 十分之一的彭育宴 我都愿意给大家露一下 现在十分之一的彭育宴都没有 那之前开玩笑的时候 可以做王河迪的男二 那你现在开一下脑洞 就是如果你俩真的搭一部戏的话 你会希望你俩是什么关系 或者是 什么关系都可以吗 那我就牵牵演他的大哥吧 一直在背后摸摸支持他的大哥 那现在有几种大热的人设 你要选一个你想最想的哪一个 文静的男生 有吗 有这个选项吗 没有 没有了 你说的没有了 第一个是 人前软弱小奶狗人后霸道大狼狗 听得还不错 这不就是我吗 我 那第二个是 高智商的天才少年 第三个霸道之爱的集团少爷 第四个温柔浪漫的学长 第五是高晓男 我好像除了5之外别误什么 哈哈哈 要不要挑战一下霸道之爱的集团少爷 这一次我要拿回我的一切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是吧 解狗链你会想尝试一下吗 得看对手戏 对 好嘞好嘞老师 想和谁演呢 这个咱就是说得问一下我老板了 我应该没有这个 我 我有这个挑选的权利吗 密切行不行 啊太行了 我们俩都熟到真的是 我说谁都行是不是 我敢说不行吗 这是采访哎 大家会公开出去的 鸡肉男一律都拆我自己 这是第一个 我 你有惩罚的 这不是我不可以 怎么你们的意思是我不配了 王鹤地 他打篮球训练那个视频吗 我看过 绝对是我 除了我还能是谁 我没有惩罚的 惩罚吗 惩罚我 惩罚我 我真不知道是谁 王佳儿 佳儿老师的那个 赞 以后我也有一天会成这样 这个 你们就给我看这个 我怎么猜 居然是彭于唱 这真的是彭于唱吗 你不知道他有夫妻吗 他有夫妻 哈哈哈 还有 这是我 妈 应该不是我 这是我吗 这是我 你能猜一猜这什么时期的 勇敢的世界 你是看到了吗 刚才 没有我就没看到 毕竟我肌肉有那视频 就那么几个 哈哈哈 就是我自己有肌肉视频 也就那么几个 很不错啊 这个视频 谁啊 陈伟婷 李宪 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人 谁啊 胡一啊 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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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你可以的 那你要不要屏战一下你自己 在这里面能排第几个 你是要羞辱我 羞辱我 羞辱我就直说 没必要换个方式的 那我们最后 满意了吗 哈哈哈 这我要给你 这还拿不上去 别再骂我了 好散烂 算没完再烂 哈哈哈